天野 監視器能鎖定車內駕駛人臉嗎 其實不是 警方他們確實是透過監視器 先鎖定嫌犯 沒有錯 但是後面可以說是肉身圍捕 他們一共出動了十輛警車 分析嫌犯他們會通過的道路 就像弄出一個大片的蜘蛛網一樣 把嫌犯慢慢慢慢逼到最中間 包夾救人 警方深夜聚集在馬路中央 快速將燒藻滷人的兩名嫌犯 帶上警車 另外在大雅快速道路橋下 以及西屯區汽車旅館 也逮到另外兩台魯人轎車 三小時內迅速將六名歹徒逮捕到案 十一點多三男一女疑似 從這個社區大樓下樓外出 但被埋伏在這邊的三輛車 爐走 一路被帶到西屯區的汽車旅館 先犯將人爐走後 三台車分別逃逸 一台車在北屯松竹路口被逮 另外一輛在大雅快速道路橋下 中山路被逮 而第三輛車車上載著三名被害人 先開到大坑山區 再一路再到西屯區的汽車旅館 警方如何在這三個小時內 兵分三路 迅速掌握到三台魯人轎車 全是靠路口監視器 先找到涉案車輛 鎖定他出現的路段之後 轄區內各派出所的警方 全部動員總共出動十輛車 從外圍開始往內包夾 監視器遍布在各個大街小巷 但有時還得加上人海戰術 這一次就是先透過路口監視器 歹徒車輛動態 再用十輛警車從外圍開始包圍 形成蜘蛛網 網內包抄 讓違非作歹的嫌犯全數落網 華志軒魚椎謝忻忠SNG小組台中報導 哈囉我是林明銳 想要搶先掌握最即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按讚開啟小鈴鐺 鎖定我們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